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這個娛樂新聞 應該都知道古天樂傳出了 跟陳喬因拍拖已經兩年多 還說因為陳彥禧的加入 令到他們兩個突然之間陷入冷戰 但其實他們好好地拍拖兩年多都沒人知道 怎會突然之間網上有人報料 他們就說明眼人都知道究竟誰放料 這樣才令到一班報章繼續追查下去 究竟放料的人是誰呢? 謝謝娛樂 其實古天樂一路以來都是娛樂圈的鑽石筍盤 雖然今年42歲 但無論是外形、身形、身家 都是鑽石級的筍盤 那麼多年來他都很少傳出這個緋聞 又不似乎有人形容 就說古天樂都不知道是不是同志 當然他身邊的人都知道 古天樂當然是喜歡女生的 只不過是他拍拖拍得非常之低調 而且非常之小心 因為他知道自己身為鑽石筍盤 當然有很多女生埋身 所以認識女生都特別小心 雖然他自己就一點都不急 因為身邊實在有太多女生埋身 不過他身邊的好朋友很替他擔心 其中一個就是楊千華 楊千華經常都很想介紹女生給他認識 所以大概在三年前 他就帶笑了剛剛脫脫的陳喬恩 給古天樂認識 而且也製造很多機會給他們的相處 所以他們兩個就慢慢在一起 但由於這一段時間 古天樂一年是拍七部電影的 就算他們拍多兩年多 所以陳喬恩都很少機會可以見到古天樂 其實相處時間這麼少 的確很難增進這個感情 剛剛在去年 陳喬恩就跟他的初戀男朋友霍建華 一起拍攝一個笑傲江湖 原來他這個霍建華男朋友 一直以來都很喜歡陳喬恩 很希望可以跟他復合 但到最後陳喬恩都跟他說 他選擇了古天樂 就不可以跟他一起 所以令到霍建華恩愛誠恨 所以就將他跟古天樂拍拖的東西 就爆了給這個報館知道 所以他們兩個突然之間被人公開戀情 都是因為霍建華 其實當時人也都覺得非常之奇怪 明明就是好好地拍拖 為什麼一傳出來就說他們兩個已經分手 還因為是陳喬希的加入 其實陳喬恩本身跟陳喬希是很好朋友 他們兩個基本上是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他們都知道那些雜誌就是爆料 亂寫的 但其實現在 古天樂跟陳喬恩的關係 依然都是非常之好的 其實這些戀情關係 搞到這麼複雜 所以令到古天樂和陳喬恩都不知道怎樣回應 由於陳喬恩和霍建華就是初戀情人 但霍建華現在就聖傳和林心瑜已經拍拖4年了 即是說陳喬恩又回答上霍建華 又關林心瑜事又關古天樂事 所以搞到七角那麼亂 所以古天樂決定將這件事絕對要低調處理 無論所有傳媒怎樣問他都好 他是不會回應的 而陳喬恩方面又怎樣呢? 古天樂就已經將陳喬恩送了去紐約那裏 就不是好像報導所說 陳喬恩要避開古天樂 因為他們兩個冷戰 所以他去了紐約 而是古天樂特意將他運到紐約那裏 這樣就可以避開一班傳媒 其實古天樂現在在泰國拍電影 其實基本上是走不開的 之前劇組也有見過陳喬恩去泰國那裏參班 他說陳喬恩絕對不會在拍攝的現場出現 不過他就會跟古天樂和導演那些演員 一起吃飯 其實身邊的人都知道 陳喬恩和古仔是甚麼關係 只不過是不說出來 說到這麼久 是時候白鑽公投 今天白鑽公投的題目想問你 你有信不信陳喬恩和古天樂 真的拍拖嗎? 他會把你的意見上到WOW一當TV上留言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